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東京的燒肉店很多家 光是在塔貝勒谷有登記的燒肉餐廳 就超過了4500家 鮑勃今天又帶大家吃吃看排名第六名 也是燒肉百名店 然後更是塔貝勒谷2021Silverson Google Map 4.6分 殿堂級燒肉 魚肉肉 這家店位於繪比獸 雖然青山是本店 但繪比獸的分數高一些 店裡乾乾淨淨的 感覺等一下吃完應該不會全身燒肉味 我們點的套餐是11000日幣的基本滿足套餐 同時也有高CP值8800日幣 以及稍稍高級13200日幣的套餐 燒肉的基本配備 韓式涼拌菜跟泡菜當然是少不了的 前菜有刺身、生牛肉以及白鮮麥 每一道都滿清淡的而且開胃 接下來開始燒肉烘炸囉 先是鹽味的里脊肉、高級牛舌以及外痕隔膜 然後是醬燒的獨創菜單 一雞肉狗、牛腰肉 吃起來非常的柔軟 這些肉都是服務員幫你烤的 完全不用害怕烤不熟或是烤太焦 再來就是更強的燒肉稀少部位 Chateaubriand跟絲綢肉 Chateaubriand肉的鮮味加上甜味 以及大量的肉汁在口中跳交響樂 哇真的吃了才知道 絲綢肉把一口白飯包起來 整個就是高級小牛丼 組合真的超棒 最後兩種肉是特選沙郎 厚實又好吃 然後是上等煎肉的壽喜燒 配上蛋汁非常的滑順 整個套餐用創意的方式享用牛肉 讓人完全不會膩 吃完大量的燒肉後 如果還是吃不飽 還可以再加點 如果已經滿足的話 可以吃套餐最後的冷麵 以及意外比多數甜點店好吃的抹茶雪花冰 上面還有一點點金箔 就只介紹燒肉不是東強的風格 Bobbo就來介紹惠比壽的一些甜點麵包店 跟景點吧 鯛魚燒名店 是甜點百名店 是屬於薄皮料多的鯛魚燒 吃起來非常的脆 而且紅豆不會死甜 鯛魚燒 是法國來的知名麵包店 也是麵包百名店 Bobbo吃過他們的康吉巴吉店 非常的滿意 但這在惠比壽吃的是他們的甜點 甜點設計很可愛好吃 店店裝潢很不錯 可以當成吃燒肉店之前解財的地方 如果晚餐吃燒肉之前 不想吃太多的東西 但又不只想吃甜點 可以試試看麵包百名店 Oreno Bakery & Café 惠比壽 在家店得獎的小褲香 鬆軟好吃 加上奶油更是香氣十足 吃完一個份量剛剛好 在吃完燒肉後 大家可以徒步走到惠比壽 Garden Place 如果剛好是聖誕節 可以看看美美的燈飾 另外可以到Sky Lounge看夜景 吃完高級燒肉 再看燈飾以及夜景 差不多可以跟心愛的人告白了 我們這部影片也在告白中結束囉 我是單身狗鮑勃 誰可以跟我看夜景 掰掰